拔河隊的隊員們 奮力的往後拉 確定奪冠的那一瞬間 隊員們與教練都互相擁抱 場邊關張的加油團 也都衝進比賽場地 歡呼祝賀 中華台北極美女中拔河聯隊 九日在二零一二年 世界杯世外拔河錦標賽 五百公斤組的賽事當中 未免成功 擊敗瑞典隊獲得冠軍 而今年參賽的中華隊 十八位選手當中 有四位原住民選手 分別是賽德克族的高巧怡 泰魯閣族的高嘉怡 泰亞族的秦宜慶 以及阿美族的楊雅慧 幾美女中拔河聯隊 已經是第二次在世界杯 五百公斤組獲的冠軍 隊員們在頒獎台上 開心的開箱兵慶祝 今年冠亞軍賽遇上了瑞典隊 是在遇賽中 讓中華台北吞下 唯一一敗的強隊 第一局雙方就僵持 將近四分鐘 景美先以防守穩定局勢 最後才一氣合成逆轉戰局 以二比零拿下勝利 除了五百公斤組 今年比賽景美女中 在五百四十公斤組 也有好的成績 同樣對上瑞典隊 最後以一步之差 未能奪冠區區銀牌 選手們心裡滿是難過於落寞 但這已經創下 歷年來在五百四十公斤組 最優秀的成績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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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